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范围内智慧型手机收入在去年下降9%至4090亿美元 这是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还揭示 手机市场同比下降18% 2022年第四季度总出货量达到3.04亿步 苹果在该季度以7000万台的出货量击败了三星 但全球出货量下降了12% 达到12亿台 这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无论如何,苹果经受住了这场风暴 尽管由于去年其主要装培合作伙伴 鸿海不得不暂时关闭其主要工厂 因此一些Pro系列的销量被推到了1月份 但它仍设法获得了最高的营业利润份额 在熟练处理生产问题后 苹果能够比其他主要手机厂商更好地度过经济和地缘动荡的一年 其iPhone 14 Pro系列继续表现良好 至于整体市场动态 一名高级分析师表示 东欧冲突加上通膨压力和经济不确定性 降低了整个2022年的消费者情绪 迫使他们重新考虑支出 同时防止不必要的手机升级 消费者的购买力有所下降 Counterpoint Research认为手机市场 可能在2023年下半年之前仍处于压力之下 至于2023年第四季度 苹果打算为即将推出的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Ultra 带来更多独家功能 以吸引更多客户升级 这将有助于这家科技巨头 因此产生更多的收入 并为每售出一个单元带来更高的ASP平均售价 三星电子为了降低成本 一开始在印度生产折叠机 以及最新款Galaxy S23旗舰手机 三星印度行动业务负责人表示 三星电子印度子公司 此前曾将部分高阶折叠设备 进口到这个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 但如今它正在当地组装其全系列机型 据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此前的报告数据显示 2022年全年印度手机市场出货量排名前五的厂商 分别为小米、三星、Vivo、Apple、Realme 其中小米仍以20%的市场份额排名印度市场第一 三星以19%的市场份额区距第二 在三星今年最新一代安卓旗舰Galaxy S23系列中 三星使用了独家定制版本的第二代骁龙8行动平台 也就是骁龙8 Gen24 Galaxy 实际上用户对于这颗处理器的争论 此前一直围绕在代工厂方面 部分用户认为它是由三星自家代工 也有部分用户认为是台积电特别客制化 对于这方面的传闻官方一直都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最近高通在回复用户提问时进行了解答 这也确认了三星Galaxy S23系列中所使用的骁龙处理器 依然是由台积电4nm代工 Galaxy S23系列的骁龙8 Gen2 for Galaxy处理器 有一个Cortex-X3 两个Cortex-A715 两个Cortex-A710 和三个Cortex-A510内核 与标准版相比 骁龙8 Gen2 for Galaxy最大区别 在于其CPU和GPU频率有了提升 其Cryo CPU核心已被超频 到了3.36G 标准版为3.2G 而Adreno GPU的频率 也从680MHz提升到了719MHz 从三星Galaxy S23 Ultra效能测试结果来看 高频版骁龙8 Gen2 GPU表现足够亮眼 虽然三星效能释放偏保守 但在GPU密集型任务中都明显明显于其他手机 总体来看 Galaxy S23 Ultra在CPU测试中 比上一代快30%至35% 在安兔兔九综合基准测试中快30%左右 在GFX Bench和3D Mark GPU测试中 最高可提供高达两倍的效能提升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也有80%至90%的提升 而这次三星Galaxy S23放弃Exynos晶片 不得不说是一次大挫败 不过2月上旬 根据某数码博主的说法 Exynos 2400 CPU已经确认 将会采用四级群十核设计 其中包括一个Cortex-X4加两个高频Cortex-A720 加三个低频Cortex-A720加四个Cortex-A520 之前还有消息称 它的面积比Exynos 2200大了30% 约为130平方毫米 几乎与苹果的M1一样大 据称该晶片的早期样品 必须对Cortex-X4内核进行降频 但这在量产时可能会有所改变 关于Exynos 2400将使用 哪一个制造工艺的讯息很少 不过有传闻称是三星的4LPP Plus工艺 至于是否会用上最新的3奈米 还不得而知 据韩国内部人士Vampire King的消息 Exynos 2400的AI效能预计为44T 接近消融8CX Gen4的45T 此外三星晶片部门负责人卢泰文 已经对Exynos 2400进行了彻底审查 目前已经确定量产计划 大约是2023年11月开始 而且三星预计会在4月到6月通知到合作公司 到时候应该会有更多数据泄露出去 据韩媒Business Career近日报道 三星电子去年晶圆代工业务营业利润超过2兆韩元 据证券公司预估 2022年三星电子晶圆代工和系统LSI部门 合并销售额为29.93兆韩元 合并营业利润为2.6兆至3.5兆韩元 这意味着三星电子在晶圆代工领域的 营业利润可能超过2兆韩元 营业利润率已超10% 同时 据韩国亚洲经济近日报道 三星电子最近的内部公告称 为了打造灵活的企业沟通文化 今后将简化对管理层的称呼 据了解 在韩国的传统文化中 人们不能直呼比自己年纪大或身份高的人的本名 有分析认为 大企业之所以进行称谓改革 采用更简化和亲密的称呼 就是希望在企业内部营造更自由 开放的氛围 根据三星电子的新称谓指南 员工可以使用英文或韩文名家先生或女士的形式 比如 职员接后可以称呼会长李在荣的英文名字J 或者是其韩文名字的英文简称JY或者在荣先生 事实上 在韩国四大集团中 SK集团会长崔太元 已经先礼在荣迈出了第一步 崔太元于去年三月会见SK电讯人工AI业务团队成员时 要求他们称其为托尼而不是董事长 据了解 托尼是崔太元的英文名 其Instagram为PapaTony Bear 意为熊爸爸托尼也是由此而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企业的行为似乎是在复兴过去 就像过去的先迷用的是自己的名字 而是写了字母和笔名 字是上级或朋友称呼的称呼而不是名号 笔名是方便使用的称谓而不是名号 不分上下谁 据亚洲经济报道称 三星电子采取如此措施可以被解释为 一种脱离过去改变未来的意图 三星电子在内部公告中表示 变革的道路总是陌生和坎坷 但如果三星坚信方向是对的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总有一天他们看到的风景会有所改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